五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之下 立法權該做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才叫毀憲亂政 不管在三權分立國家或五權分立國家 行政權永遠要向立法權負責 立法院本來依照憲政體制 就是要監督行政院 怎麼會到這裡來 就變成立法院不應該監督行政院 立法院反而常常在幫行政院護航 常常在幫行政院監督在野黨 五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之下 立法權該做什麼都做不到 這個才叫毀憲亂政 我的東西一點都不強硬 反而是相對溫和的提案 那我不懂為什麼 動不動就給我們灌一個毀憲亂政 這個名詞上去 拜託 羅茲罪名 也要動動頭腦 怎麼都用膝蓋反射的方式 都不用經過大腦 然後就說 你講了什麼法案跟我不一樣 你就是毀憲亂政 你講的事情跟我不一樣 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政治怎麼會玩得這麼廉價 各位都是政治前輩 怎麼會我今天到這裡來 動不動扣我們的帽子 不奉獻啦 只要是討論到調查權的範圍 可以讓你好好提案說明 直接先暫停一下 不好意思 柯總召現在我在講我的提案說明 好麻煩你 你的提案說明 請我承認 我承認問題要處理 請那個柯總召請你下去 剛剛主席應該處理嘛 柯總召拜託 要轉完禮物 現在提案人在做提案說明 請尊重提案人發言權 拜託啊 請尊重提案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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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講完他要再講 再來再來講 等提案人講完啦 提案人講完 這樣太不尊重提案人了啦 提案人講完難過了 來請 難過了 來 總召你今天有一整天表現的時間 不用去搶提案人的時間 我們 這樣子 這樣真的不好看啦 總召這樣真的不好看啦 提案人現在提案說明當中 你要尊重提案人發言啊 那提案人說明 要讓提案人說明啊 好 你待會再講嘛 先讓提案人發言嘛 謝謝 我現在主要的提案 我想說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那 國會改革其實我們是希望說 讓人民能夠有資的權利 所以我們這次提出來 還有我自己版本的調查權 還有調查權的範圍 是不限於文件 那還有調查權的法制化 另外 我們也要再 也有提到聽證權的部分 那 我想齁 今天我要提的這個法案 我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那我在這邊先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這個世界上 我們 中華民國是唯一五權分立的國家 沒有錯 但是不管在三權分立國家 或五權分立國家 行政權永遠要向立法權負責 也就是說立法院 本來依照憲政體制 就是要監督行政院 這個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你今天什麼叫做毀憲亂政 你行政權你不監督 你立法權不監督行政權 你就幫行政權護航 擦枝抹粉 監督在野黨 這個才叫毀憲亂政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段時間我聽到非常能喊 毀憲亂政 毀憲亂政 那請問 三權分立國家跟五權分立國家的立法院 都是在監督行政院 怎麼會到這裡來 就變成立法院 不應該監督行政院 立法院反而 常常在幫行政院護航 常常在幫行政院監督在野黨 這個才叫毀憲亂政 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這麼做毀憲亂 講一些知為末節的事情 五權分立的憲政體制之下 立法權該做什麼 都做不到 這個才叫毀憲亂政 我想我今天我提出來的東西 我沒有非常強硬 我非常多次我在公開的場合 我也講過了 我的東西一點都不強硬 反而是相對溫和的提案 那我不懂為什麼 動不動就給我們 灌一個毀憲亂政這個名詞上去 拜託羅姿罪名 也要動動頭腦把人家羅姿罪名 怎麼都用膝蓋反射的方式 都不用經過大腦 就直接急神經 就急著神經直接反射 然後就說 你講了什麼法案跟我不一樣 你就是毀憲亂政 你講的事情跟我不一樣 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政治怎麼會玩得這麼廉價 我到這裡來 各位各位都是政治前輩 都是我尊敬的對象 立法委員也是這個社會上面 尊敬的職業 大家都非常羨慕 那怎麼會我今天到這裡來 面對這麼多前輩 動不動扣我們的帽子 那我再想 我再主張一次 不管三權分立國家 或五權分立國家 立法權就是該監督行政權 這個才叫做憲政體制 絕對不是大家講那些 之為末節的憲政體制 我在那邊跟大家再次呼籲 這是我 念法律以來 一直心中沒有變過的見解 好謝謝各位